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同意權之行使事項 請先讀審查報告 任其均自112年11月4日至116年11月3日至 经历会议报告后决定将内政司法及法治两位委员会审查 委员内政司法及法治委员会由112年10月11日召开联席会议审查本案 会议由罗赵锦文美龄担任主席 求邀请被提名人黄秀端、陈月端、蒙志诚、吴荣欢及游清新等5人 练习接受询问并邀请行政院秘书长李孟燕报告及中央选举委员会 行政院人士行政总处配员练习说明已被询 有后为于听取行政院秘书长李孟燕报告后及进行寻答 既有罗美会等16人提出询问 分别由行政院秘书长李孟燕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秘书谢美龄 及被提名人答复书明后及进行本案制审查 本案审查王俊你据审查报告提报约会公决 并推请罗赵启委员、美龄于约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 宣读完毕 请赵启委员、罗伟美龄补充说明 罗伟没有补充说明 报院会现在对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被提名人同意权之行使 进行投票表决 有关同意权案之相关事务工作均循例办理 设置圈票处四个、票轨两个 由各党团推派一人担任投开票监察员 在投开票决定之前做下列两项宣告 一、投开票监察员由民进党党团推派江永昌委员担任 国民党党团、台湾民众党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均不推派 投票截止时间为中午12时30分 入全体委员于12时30分前均已投票完毕 则提前开票 现在请工作人员布置投票所 并请投开票监察员执行监察职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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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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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